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院长的位置呢 那我们看看这个傅昆琪 他现在已经说放弃 他要支持这个韩国瑜 跟江启臣这样的一个组合 但是他自己话透露出 另一番玄机 他说柯建民常常被我修理 他说我在二十多年前 就当过总招还不止一届 谋略上柯建民 常常是被我修理的 那我们都知道柯建民是担任 民进党的大党编码 那这个人家讲说 那你修理的老柯什么呢 那你可以举个例子吗 这二十年来 其实国民党在立院 都是被民进党压着打 所以感觉好像有一些网友吐槽 傅昆琪就说 那你这二十年来 到底修理在哪里 好像没有看到 有什么厉害的招数 那我们看看这个罗志强 强哥他也提到说 其实这个国会三党不过半 再也扮演这个立院的防腐忌角色 国民党其实有很多 具有战力的立委 相信不会被柯建民牵着鼻子走 因为必须要有防腐忌 这样的角色 就是因为柯建民 侨王的色彩实在是太强烈了 而且常常反过来是修理国民党比较多 所以这个接下来 国民党要怎么样接招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过去 第二届到第十届的立委 加上这个2024不分区 其实柯建民是当过了十届的立委 所以这个在立法院执行总统的意志 陈水扁2000年到2008年 国民党立院过半 阿扁也让柯建民跟王金平对接 那王金平跟这个李登辉的关系非常的好 在马英九时期 2008年到2016年 也是这个延续扁朝 柯建民继续王跟柯还联手对付过马英九 那2016年到2024年 那感觉上面柯建民也很想要问顶 立院龙头的这个位置 只是说好像因为一直有形象的问题 所以始终没有当上这个位置 我们看到过去有这样的报道 原本柯建民是有意要角逐 但是蔡英文亲自挡了他 明明是英系人嘛 蔡英文却挡他 先是请出了邱毅仁 陈菊出面协调 却被柯建民打脸 之后蔡英文亲自上阵 当面要柯建民退让 还拉拢新潮流系转支持苏家全 最后老柯退出 续任党团的总招 那也是因为这个蔡英文心之肚明 这个柯建民形象上面就是有问题 所以连自己本身英系 也不愿意让这个柯建民这样做上去 那再来我们看看柯建民 担任不分区总共四届 第七届 第八届 第十届 第十届 那因为这个民进党的总统 就是需要老柯这一号人物 那他这个桥王的色彩也是非常的浓厚 立法院的桥是天王 立运的绿巨人柯建民 人称永远的总招 过去长汉 王金平印起桥定预算 政党协商 王金平离开立运的时候 还有这一个经典场面 跟柯建民特别 这样子的一个送别场面 还笑称说 这个柯建民自己讲 要继承桥王公道伯这样的一个称号 那柯建民后来又赶快又讲说 没有啦 我指的桥 是齿弯变直 要大家不要污名化 桥是柯 不过可能因为处理的江湖是很多 所以柯建民也沾染了不少的争议 蔡英文似乎也对他不全然的信赖 这也是柯建民一直无法坐上 国会龙头宝座的一大主因 那我们看到亮哥有提醒啊 因为如果韩国瑜接下来 要问鼎立院龙头这一个位置的话 他说必须要赶快收读资料 而且要提拔一些厉害的幕僚 否则很容易被柯建民给夺权 那赖清德现在感觉上面 有很多的这种命理老师在补挂 就说赖清德当总统啊 这个江伯乐老师 他就说龙年的国运 稳中带凶暗潮汹涌 他说台湾的国运 整体上面是这样子 好像有稳 但是也有一些这种挑战啊 那赖清德上任之后 他说举止应该要更加的谦逊低调 才能够避免这样的灾祸发生 那另外一个是这个 等于说占星老师 他有讲说 看到韩国瑜的旋风载起 他说韩国瑜 2023年的流年走的是吊人 这是塔罗牌里面的这个 这个可能东塔罗的就比较了解 好像也是不太不太妙 或者是说有一些挑战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2024走的更是死神 但是呢 他说不是人人都刻得住这一张牌 他说韩国瑜 却是少数可以在死神阴影之下 大破大力的政治人物 所以也看好韩国瑜 接下来在立月龙头 这一个位置的发挥 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 帅将军这个 现在目前国民党面对到的 这个柯建民这样的一个角色 该怎么样接招 我当过两届立委 这个柯建民 王金平 我们都碰过 这个位置的确很重要 因为政治是一个妥协的艺术 你不可能说 每件事都是硬碰硬的 那一定是经过有妥协的作为 所以关键的 这个总召就变成很关键的人物 如果总召自己立身很正 不受这个江湖的感染 那么这是好事 但是如果这个总召 牵涉到某些利益 或是某些政党操作 或者阴谋的话 那就危害就很大 国民党常年的一个缺点 就是没有培养过一个好的总召 因为那个时候 王金平虽然是被扶起来 当这个总要的立法院长 协调事情 但他也跟柯建民 合作过倒马的事情 所以问题 国民党的问题 根本问题在哪里呢 因为这些区域立委 早上签完道 可能就回台中 回南部去服务选民去了 那每一个委员会里面 招委 我当两届的招委 两任 你必须要有三个同党的同志 跟你签署 你这个会才能开 那这个案才能往下继续走 所以国民党要想将来能够 打败这个以前不好的一个局面的话 就要培养一个像样的总召 而这个总召形象不能差 也就罗志强讲的是防腐计 因为总召要熟读意识规则 也要能够跟人家妥协协调 但立生要正 这些事情都是好事 如果立生不正 形象不好的人干这个事情 那可能利用这个职务 可以做更糟糕的事情 所以我是觉得 韩国瑜现在就是要改变 党里面两件事 一个党纪 凡是跑票的 不但是开除党纪 而且还罢免你 因为不分区很容易处理 但是区域选择的就很难处理 那必须要用罢免 请全党之力罢免 让这些中间左右摇摆 拿到好处跑票的人 有一个静弱寒蝉的 不敢去碰的 第二个是 我们的党团 因为立法委员里面 他就跑地方委员 他对这个议事的事情 并不是很关心 就要靠党团里面的专业人员 告诉你今天投哪一个 今天干什么 程序委员会里面 哪些排上案 哪些不能让他排上案 所以国民党的总召 必须是一个常年 干个两三届的 然后因为干总召很辛苦 你要他不沾利益 那就要许诺他 你守着意识规则 干个两三届以后 请你当立法院的院长 这个人家有悬赏在这边 人家才会拼命 那柯建民就是个例子 他如果不是他的江湖的事情的话 他应该是很合理的 当民进党的立法院院长 所以韩国瑜 你要看清楚 我们国民党致命的缺点 必须要做好 一个是党纪 一个是总召的培养 这个总召的培养 必须给他一个许诺 你干好几届以后 我让你接立法院 因为他熟了以后 当立法院院长 更是指挥落定了 那意识规则更熟 不要像以前国民党一样 很多立委不用功 对这个案子根本不深入 随便到处签 连署 有的时候还连署到 敌对党团的不利的法案 所以我讲 国民党要想重新再起 从这一步开始 要不然的话 你永远玩不过 柯建民那个老狐狸 好 请叫介老师 我觉得国民党 现在最大的政治舞台 就是立法院 他扮演一个 把关的角色 然后除弊的角色 然后让社会的正义之声 能够被展现出来的一个角色 目标应该很清楚 不过就做法了 我们对国民党 比较没有信心的原因 就是说不太会做反对党 所以即使在阿扁时代 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说 在立法院掌握多数 可是事实上是民进党的少数 在掌握议题 掌握议程 掌握最后的表决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以过去的记录来讲的话 对这一次的立法院 我觉得唯一寄望的 就是几个人而已了 他的组织文化 他的所谓的国民党的组织文化 事实上是 很难让他对有很高的寄望 我们只能寄望个人 我们只能说 第一个韩国瑜是对的 如果韩国瑜上去的话 韩国瑜他不但是 有他的立场 有他的魅力 而且他有带过战 他有带过团队 他在这个北农的时候 事实上他是很有作为的 他有可以带动改变 那个团体的文化 这个最重要 国民党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那个组织文化有问题 对不对 然后纪律不张 然后里面各有派系 这个步调不齐 然后缺乏什么打群架的 打群架的这种组织 跟这种经验 所以常常就变成 明明多数被人家少数给控制 这个就是说 过去八年国民党在野 如果说办好一个 所谓的守门员的角色的话 今年选举会比较好的 今年选举结果就是比较好 可是你有了舞台 你记在上面就必须要唱戏 结果你这个戏不卖座的话 你想想看 人家会再买票给你 去看你的戏 所以有的时候 不是不怕没有舞台 而是怕什么 而是这个给了舞台以后 细唱的一弹怎么样 荒腔走板 那现在我觉得基本上 国民党的问题很多 不过我觉得这一个要清楚 这个是一个战斗的内阁 在很多应该坚持的立场 是绝对不能松动的 也有就跟就是说 像那个 这个 郭正亮 郭文讲的 要速威 你如果输不了为一开始的时候 又是软趴趴的话 那就完了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 这个就是一个战场 能战才能言和 你不能战 你就无法言和 那立法院基本上 我们的政治文化 从民进党开始做反对开始以后 立法院就是一个战场 不但是言论的战场 也是一个肢体的战场 你该怎么样 坚持的时候 你就要双方都要有 所以现在国民党这些人 我觉得真的是 真正能够坚持立场 打一架的 我看出来也不太多 那我所以不太看好 你要只把立法院当作一个 纹斗的场合的话 我觉得他们就算错 这个好算盘打错了 因为民进党 他只要聚于少数的话 他就是要用战斗的方式 来跟你对抗 因为过去的经验就是这样 那如果国民党 还是确于战斗的话 我包括基本上 所谓的肢体战斗的话 那基本上我觉得国民党 还是在这个立法院 占不到什么便宜 当然现在最好的就是说 这个韩国瑜的声望 跟他的过去的经验 跟他的这个 跟他的魅力是够的 我觉得就是说 由他出来整合国民党 已经算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 那后面当然还有党的机器 我觉得这个时候 应该党的机器 应该是对国民党 应该把这个立法院的权利 全部授权给韩国瑜 让韩国瑜有足够的军令权 然后党是配合韩国瑜的 这就对了 因为国民党现在真正的战场 就是在立法院 别的你还有什么 也没有下次选举 所以立法院是国民党 现在最重要唯一的舞台 这个舞台戏要唱得怎么样 要叫做 要下面的老百姓看了以后说 这个党已经脱胎换骨了 那这里面就变成就是说 硬的要够硬 软的要够软 并不是说不妥协 可是妥协是在怎么样 是在建立在自己的能战的基础上妥协 而不是说被打败以后才妥协 好 赖老师 马英九实在是完全执政 国民党在立法院是绝对的多数 但是我们都知道 马英九实质上不能够完全执政 那主要还是在立法院出了问题 另外这些所谓的太阳花运动 竟然可以占领国会 而且是国民党主要在立法院 是绝对多数 院长也是国民党的 他竟然可以控制 占领国会一个多月 然后把这些重要的法案 都把它搁置在那个地方 造成整个国民党的形象的一个重挫 那我们都知道问题存在哪里 蔡英文的时候八年完全执政 什么法案都通过 没有一个法案不通过 只要是民进党想干的 全部都通过 那为什么 因为不管是立法院的院长 或者是他们的总召大党编 他们的意志都一贯 那全部都能够控制得住 所以不管你战野党再怎么叫 再怎么有意见 他完全不甩 任何法案全部都通过 各位想想 我再强调 马英九完全执政 实质上没有完全执政 而蔡英文完全执政 他实质上完全执政 所以他什么事都敢干 干到天怒人怨 好 那现在 赖金德上来了 又再度的开始是嘲笑野大了 可是问题是 陈水扁的时候的嘲笑野大 最终发生了国亲的合作 但是现在的嘲笑野大 国民 国民党跟民众党是不一定合作的 所以情况又跟以前是有所不同的 那如果说这一次的选举 韩国瑜能够顺利的当选了立法院的院长 那他当然你要策动连横 你要怎么去拉拢这个民众党 然后你要怎么样去制约执政党 你要怎么样让党内的这一些 立法部门的这些同仁 能够有一个党的一个意志 这个部分里面 那也就是需要大破了 大力了 没有什么好客气的 也就是说 你是一个院长 立法部门里面的行政都是你的 包括预算局 立法局 什么东西都是你的 其实这些都是你的资源 你有正当性 你有合法性 都是你的资源 你可以调配很多的事情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要凸显的战斗力 要凸显的是对于民进党 行政部门 他本身如果藐视国会 如果在野党 也就是所谓的执政党 如果在议会里面 在捣乱破坏意识资讯 一点都不要客气 该动用什么方法就动用什么 哪有什么好客气的 我觉得今天就是要诉诸我们老百姓 让老百姓弄清楚民进党 变成在立法院少数党的时候 怎么造乱 行政部门在立法院里的时候 敢不敢再藐视国会 我觉得这些部分里面 完全不要再客气了 江军要补充 补充就是说 韩国瑜要上台 第一个要改变国民党的组织文化 每一个区域选上的委员 都认为他最大 他不靠你中央 他自己地方有他的实力 所以变成就很难驾驭 文斗讲理 那武斗呢 那个时候你们大家看 霸占舞台的事很多 也不是没有不成功 我指挥过一次 叫做兵法部落 按照体型 按照战斗力 每一个班有个班长 十个人 不到我找你班长 哪些女生 在这个发言台 占领讲台 因为那边你 民进党你那些男生 不好意思太粗吧 我们那些老 比较年纪大的 江敏昆 蒋校园 我叫他在按投票机器 然后每一个走到 一个班一个班 负责战斗 那个时候为了保护王金平 还叫言情标 快尔头大 就在王金平身边 所以那一场 我们封杀NCC的是成功的 问题就是以后 没有再用这种方式 就是说嘴巴里讲是一回事 你要拿出实际的手段 我不再强调吗 区域立委致命很伟大 不听话 开除党级还要罢免 要不然的话 我们今天的多数 是非常差别小的多数 随便买个两票 人家花钱买个两票 就倒台了 所以既然是我们优势不大 必须要强大的魄力来贯彻 我刚刚讲两点 一个组织文化 第二个 你执行的手段 你这些不听话的 我就是罢免 民进党不是演过一次吗 韩国瑜当选的市长 还可以罢免呢 我们罢免一个立法委员 有什么难的 你今天不立这个威 谁听你的 那边钞票几百万摆在那里 票就跑掉了 肚子痛不来投票 或者投反对票 那你这个优势就完全垮 而且全民对你国民党的期望 就在此一遇 你如果说 你还不能树立你国民党的价值 你下次大选还是输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 好